哈嘞好 我是CNi 我们的最相见闻者 黑妹 无间终于要如愿一场的 当上监管者喽 这就是我们黑妹 长大之后的样子 瞅瞅这身材 这身高 这一大长腿 太帅了吧 终于有个女性监管 能和大猪蹄子比身高了 嗯 再看她的脸和头巾 嗯 或许应该这么看 这我们样 是不是毫无违和感 左手上拿着一把木刺 可能这就是她的武器吧 右手上呢 还抱着一只黑死了猫 不知道这只猫 会不会和她的技能有关 而且有传言说 黑猫通灵哟 其实呢 她是个信徒 名字叫做安 而且网易大大 还曝光了她的背景故事 是一次奇怪的疾病 让安的眼睛 变得异于常人 更不幸的是 与这场变故一同到来的 还有地区性的瘟疫 这场疫病 夺去了她父母的生命 而关于她是邪魔之眼的传说 也如瘟疫一般扩散 有些居心叵测之人 甚至主张将她处死 安生活在恐惧之中 无处不在的死亡 威胁刺激着她脆弱的神经 让她自己都开始 对那个传言将信将疑 在一个无悦之夜 无法入睡的安 想要前往圣堂 寻求内心的平安 然而即将到达之时 一根木刺穿透了她的心脏 冰死的安 被寄于荒野之上 泥流之际 她感到有一双特别的眼睛 在夜尽之处注视着她 只是逐渐涣散的意识 已让她无从分辨 那到底是神迹的救赎 还是邪恶的感召 嗯 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与灾难 又被那些巨星叵测的人污蔑 也太惨了吧 又是一个可怜的监管者 还是希望 她在我们的第五幼儿园里 不会受到太多欺负吧 娜娜 宝贝们可以猜一下 她的猫和她的技能 都会是什么呢 还有 别忘了 给一太点个关注 一太玩意 increases 没有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